HELLO 有沒有人在 十點鐘開球 先弄好 這次鏡頭有沒有歪到 HELLO 有沒有人 有人給我們一個HELLO 好 這樣乾一點 先喝水 再等人進來 所以知道為什麼要等人進來 因為可能不記得 開始有人了 現在先喝水 剛剛吃完飯 一個LATE DINNER 比較晚一點 所以還沒下妝和還沒洗面 那就調好燈 RESTO很好喝 有沒有人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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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來吧 今天我們講敏感肌 如果你是敏感肌 或者你平時發現 覺得很癢 皮膚很薄 其實都可以留意 這次我們講的資料 或者是資訊給大家 有了有了 進來的說個HELLO 麻煩你 這裏是我的Beauty corner 旁邊這個櫃就放了我所有的 皮膚化妝品 所以在這裏講 都會最好 或者是回店 那些產品會齊一點 而且容易拿到 很快就拿到 那今天就是講 玫瑰座瘡 ROSASIA 和一些濕疹 敏感肌膚的朋友 有什麼病性 或者你發現有什麼問題 你就可以知道多些 和了解多些自己的肌膚的性質 首先 比如玫瑰座瘡的朋友 是會怎樣呢 皮膚很薄的 尤其是濕疹 敏感肌膚 皮膚又容易特別薄 你會看到這裏 會有些微酥血管 甚至是很容易 可能熱的時候 這個會很紅 甚至是好像關公一樣 Hello 你好啊 是啊 很夠光啊 Christy 你們吃了飯沒有 吃了水果沒有 介紹這個巧克力餅 給你們吃 那我姐姐在日本帶回來吃 我特意帶過來給我自己的Snap 等一下 等朋友來開播了 它是巧克力來的 整個都是 香港我不知道這個 它有芝士的 香港好像是希腎那裏有 他們的芝士蛋糕很出名 那巧克力呢 就好像只有日本有 暫時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吃過 很好吃啊 我是很喜歡吃巧克力的 好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有人數 我們開播了 好了 玫瑰座 我們俗稱 好像關公 或者一個 臉是很紅的 很容易塗錯東西 就發 那你會見到 可能 好像生暗瘡 一粒粒 但是沒有龍頭 你就不要擠它 而且你會發現 用錯東西很快會生氣 還有癩 痕 那 那 外國人呢 普遍是會有的 為什麼呢 其實如果長期曬太陽 不塗防曬 皮膚的微酸血管 就會很容易 就是很緊張 那你會見到 那些微酸血管爆出來 那如果你是熱的時間 或者用錯產品 你就會感覺到很熱 很癩 這裡有沒有人有 這個玫瑰座瘡的問題呢 而濕疹或者敏感肌膚 其實都容易 變成一個玫瑰座瘡 知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如果你處理得不好的時候 會嚴重 就會生一些敏感粒粒的 多謝你 有like 其實每一個玫瑰座瘡的人 他們一個致敏員都不同的 那你要留意 就算那個朋友有玫瑰座瘡 適合用的東西 也都不代表你是玫瑰座瘡 可以用到的東西 他們的致敏員都未必一樣的 所以要看回 那玫瑰座瘡的人要注意些什麼呢 防曬 還有熱的 還有不要用酒精 或者一些化學成分 果酸不用得 太激的成分 他們都會很容易 是有這個 敏感的情況出現的 還有每一個玫瑰座瘡 他可能有一些是用得盧會 有一些又不能用的 有些人用得玫瑰 又有些人不能用的 所以要看回自己是哪一類型的玫瑰座瘡 還有可能都要支援 玫瑰座瘡 玫瑰座瘡有些分先天和後天 先天就是 你通常見到 爸爸媽媽 我通常都會問他們 你爸爸媽媽 是不是會有玫瑰座瘡 來到的時間 如果爸爸媽媽有 其實很容易 是會遺傳給下一代的 就會留意 如果你是玫瑰座瘡 如果有死朋友的時候 你要留意他用的產品 是不是安全 和沒有刺激的了 好了 後天 後天我們又見到 一些人是會 玫瑰座瘡 有什麼問題 就是曬出來 用了些美白產品 太aggressive 用得太多不同的果酸 甚至是什麼呢 用得太多美容儀器 令到皮膚的表皮層 越來越薄 還有我見過有個 十六歲 有一年去了澳洲 讀書 他天天去海灘 但是不塗防曬 最後 之後他就變成一個 玫瑰座瘡 很容易就會很癢 和很乾 皮膚好像沙紙一樣 而飲食方面 玫瑰座瘡 其實要戒什麼呢 就要戒一些蛋白 海鮮 甚至可能是辣的東西 壓力方面 都要減少些 人要保持輕鬆 不是的話 人很stress 玫瑰座瘡 都容易翻發 而玫瑰座瘡用得的產品 最重要是做保濕 收護和鎖水 大家有沒有問題 對於玫瑰座瘡的產品 很多人問 用得玫瑰座瘡 用得 不過要留意一點 就是不是鐵面照的 玫瑰座瘡 因為對於一些 碰到甚至熱力 是會有問題的 所以用的時間 我們是隔著一點點來照的 可以隔著手掌 這樣用的 就會改善玫瑰座瘡 如果癢 紅的時候 那個情況 但是照完機 都要記住 是用一些面膜 去做保濕的 有些敏感的人 都會用一個 叫做 Skin Test 有很多客人都問 喂 究竟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敏感些什麼 那你知不知道 我們都未必知道 你去問回醫生 醫生會做一個Skin Test 做一個分析 有客人跟我說 價錢7千至1萬元左右 就會將一些 常見的致敏原 和你做一個 血液的測試對比 看看你有沒有這個 反應 如果 正常 通常都是酒精 香料 我聽過 有一個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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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的維他命C 都會敏感 塵埃 都很容易 都是一個致敏原的 成分 如果那個是致敏原 或者是玫瑰座瘡 很容易塗一些敏感 用了一些產品 朋友說是很安全 甚至是可能是醫生給你用 那其實都會是試少少 看你有沒有反應 其實連Panadol 有人都會敏感 所以 其實 如果你致敏原的成分 最好寫在 銀包裡面 那有什麼事 醫生要做什麼 Treatment的時候 你就可以給醫生 有一個 Gainline 有什麼不用得給你 有沒有人買了Line Stream 你看到這裡 你們在Line Stream的時候 知道嗎 其實它裡面有四種不同的色光 就是一個 Infrared 紅外線 一個deep red 一個light red 一個ember light 就是一個橙橙紅紅的燈線 來的 其實照的時候 它是照回肌膚的底層 它是把細胞愈合的 所以它是不會搞我們面層肌膚的時間 就沒有那麼容易敏感 有人買了粉紅色版 對呀 粉紅色有timers 大家看一看 這裡有兩部Line Stream有什麼不同 除了顏色不同 你看到嗎 這個是我們一代入的 那時候 香港還沒有代理的時候 我們在美國 就入這個 其實就是professional版 它會輕一點的 而且你看到有手握位 就是如果我們那時候 在SPA或者美容院 要幫人做的時候 就用兩盞這些燈一起照的 所以其實它做法 手握位是會漂亮一點 而且物料會輕一點 那時候我都賣了20部 是professional版 其實只不過是它的質地 是會輕一點 而且professional版是沒有袋的 香港現在買不到的了 有人問Line Stream可不可以貼面照 其實Line Stream要看回你自己肌膚的質地 如果你是屬於敏感型肌膚 就不要貼面照 你隔開一點 而且Line Stream的時候 它會用了你的皮膚的水分 幫你刺激膠原蛋白 還有幫你等於好似你上班的時候 要出來 它會用了你的水分 這個時候其實Line Stream 是會做了一個導入的功能 你可以塗一些透明質酸 還有一些補水的精華 記住是沒有油份的 如果你是用了根基的Line Stream 它有一支Peptide Serum 它可以去皺很好 但是如果是敏感肌膚 這次回來 你會覺得 有些反應會回來 會跟你說 試一下開機給大家看看 粉紅色那一支有時間 這支舊版和白色版 是沒有時間 沒有時間 你那支會比較好 還有這個按鈕會彈受一點 舊款是看不到的 不要太肉眼看一支Line Stream 因為其實剛才說的光 是會入到肌膚底層的 那你經常看這些光 其實是會傷眼 還有是對眼部不好的 那眼部可不可以照呢 是可以的 照在眼袋下面 還有眼尾下面 那麼Line Stream 如果你是濕疹肌膚 甚至是玫瑰座瘡 我建議都是塗了一個水分精華 隔開一點點這樣照 有人開幫時 我們問Line Stream 有什麼人不能用 有什麼人不能用 還有一種就是甲狀線的問題 不能用的 但是我們跟美國 因為他做了一個Skin Test 找了大概三千人做FDA Approval 因為其實這個認證是要給錢做 以及找人做測試的 做的時候他就發現 一筆有甲狀線的 客人用完之後的效果是慢一點的 但是就不會影響甲狀線 其實如果你是有甲狀線 我們都會建議這個位置 就不要用了 我怕有一點點刺激 那你用的時候 用在面部會好很多 還有記住 用完Line Stream 其實血液循環好很多 你記得塗一些Cream 或者是面膜 做會吸收很多 看看有人問 凹凸凍是有幫助的 因為它慢慢刺激到膠原蛋白 你會覺得Smooth了 Line Stream有兩種顏色的光 你記不記得 一個是紅光 一個是藍光 沒錯 其實藍光 做這個燒暗瘡 和T字胃的毛孔都很好 因為T字胃的毛孔 是因為 我們的油脂分泌很厲害 所以塞了毛孔 用了藍光之後 其實清了油脂 毛孔細緻很多 但是如果你年紀大了 開始膠原蛋白不夠了 你用紅光 沒錯 其實可以增加的膠原蛋白 還有 它會令表皮 你用完的 serum 它會吸收 令它會改善了凹凸凍 大家有沒有用Line Stream 加這個眉針 如果你的凹凸凍是厲害 我發現用中間T字位 加完透明質酸 再下眉針 凸凍凍的效果會更好 Germany 大家大概會用Line Stream 一個星期幾多次 我自己做不到每天做一次 一個星期我做一次左右 我就不建議 那些人每天都去照機 為什麼呢 好像打工仔一樣 如果你每天都搶你做OT 開OT 其實都挺辛苦 和 都挺乾的 如果用完Line Stream 的時候 我寧願 給它底層 慢慢healing 做膠原增生 和 細胞 預合會好些 不需要每天照 但是紫痕方面 這個很棒的 用完Line Stream的時間 你就可以用一個酒精 輕輕噴一下它 抹一下它 就可以了 不要濕水 因為這部機是美國做的 不濕得水的 濕了水就麻煩了 進了水 是不包補養 如果美國做的機 我想很多人都買了 多個三年或以上 是很耐用 和很耐用的 這部機 這個濕疹止痕 都很好 因為紅光 主要是幫你下面的底層 細胞做一個更新 還有它有什麼問題 紅光會幫你處理 所以有時候 玫瑰座瘡 濕疹 甚至是 你發現有些炎症 紅光用的效果 是非常之好的 不要太貼面 因為我看到 人們都很大力貼的 一用完之後 回來 看到燈泡 都很搞笑 還有 你都要用一些時間 皮膚彈起來 好像風潮一樣 所以照的時候 不用太大力 其實光是微微的 輕輕吸著就可以了 敏感肌膚 記住 輕輕拿開一點 不要貼著 因為 有一點會覺得 癢症 好像很癢 你拔一下 你拔一下的時候 如果很貼 拔到它 就令到它的炎症 很癢 所以其實 拿開一點 就可以了 不需要真的貼著 有時 還有做眼紋 這個效果 都是非常之好的 加上你之後 做眼膜 你的眼紋很快 就會改善 還有 這部手機 我覺得最上期 是第二早上 用完 提升 和滑度 是很棒的 我少一點敏感 敏感的時候 我老公就會用來用 濕疹 但如果你是 燒紅 對了 做完眉針 因為其實 癢症有一個 預合的功能 所以你做完眉針 做癢症 那個效果 是一個完美的 好多 美國的醫生 甚至是 美容院 是會這樣做的 但是 香港就少一些 因為其實 做一個眉針 是出門櫃的 因為眉針 可以確保 只是給你用的 如果你是濕疹 敏感 玫瑰座瘡的人 千萬不要用眉針 因為眉針 對於你們來說 你需要更多的水分 在預合的時間 其實你會覺得很乾 所以用的時間 你要小心留意 Germany說 買完藍光 可不可以照紅光 你留意你的時間 不要照那麼久 其實藍光加上 紅光的效果 會好些 因為藍光會殺菌 如果皮膚有少少菌 還有油脂分泌 其實藍光是不需要的 你有暗瘡 照完藍光 你就知道 原來暗瘡 是不需要擠的 以前的人 經常被人知道 臉都起了 凹凸 我都很心痛 很想給他一部 藍光機 他用 因為用完藍光機 你翌日 已經看到那顆 暗瘡 有些就燒了中 有些白頭 是自己掉出來的 不需要擠的 其實藍光加紅光 是perfect match 我們其實 其實那些 treatment 都會是藍光加紅光 間著照 但是時間方面 你要留意 如果你皮膚比較乾 我會建議 可能分半鐘藍光 照藍光先 一定照藍光 因為藍光是消毒 剛才說過 之後照紅光 效果就會好很多 還有如果濕疹 其實輕輕照一分鐘藍光 之後照兩分鐘紅光 效果會好很多 之前我說用什麼 精華打底 精華打底 一定要是水分 不可以有油分 因為剛才說過 光線會把你的精華 是倒入肌膚 400Nm的底層 如果你有任何油分 酒精 香味 其實入了皮膚 你會很傷 還有有機會變了座瘡 很大的暗瘡 我之前有個客人回來 他沒有聽過我們的建議 走去Sogo的Counter 買了什麼基底液 然後給我看照片 他先做了四次Like 他說想可以做倒入 但是那些是有油分和香料的 你會變得很敏感的 之後他買回藍光 導出一些髒東西 四次幫他清一些東西 因為藍光是不需要針清 真的很好 藍光有時照完黑頭 黑頭會減少的 不好意思 走過龍 精華打底 我先拿出來 我的精華呢 難道我老公拿了我的 是要用透明質酸的 我老公拿了我的透明質酸 這裡 就是透明質酸 那用的時候呢 洗完臉 噴花水 我會建議有一個 Colodia Silver的 分機槽花水 噴了它 接著就放透明質酸 一定是 人們問我 他們用開的透明質酸 或者B5 可以不可以 很多時候都要看 那個方法 裡面有沒有香味 酒精 或者油分 所以我不可以說 所有透明質酸 或者所有的B5 可以用到 就要看它的成份表 和百分比 然後呢 你做哪邊面呢 就先塗哪邊 不是說這個精華 就會很快吸光了 之後呢 再塗另外那半邊面 再照Lyfe 因為我今天還有粉底 有少許防曬 我未下妝 我照不到 免得那些髒東西 進去肌膚裡 還有 這部機其實可以一機幾用 就是 如果你的肚子有陰神紋 或者你有些傷口 有些疤痕 很久了 你想在那些紋 走的時候 其實放少許微針 在肚紋那裡 不用塗精華都可以了 再照這個Lyfe Stim 再塗上霜 你見到那些 scratch mark的陰神紋 那些橙紋 那些位置 你叫人幫你塗 或者是做微針 是很快就會燒的了 好過你只塗霜 因為它可以入到皮膚的底層多很多 好過 你以為Lyfe Stim 其實在我們這裡 我發現 成功率 都有超過90% 其中有些不行 其實 是什麼原因呢 有個客人跟我講 為什麼不行呢 因為藍光 我們很多客人用完之後 尤其是暗瘡肌膚 可以蒙瘡 或者石頭瘡 甚至是油脂粒 那些痘痘 其實照了 你會看到改善了很多 而且是不需要針清 不需要捱痛 那一刻真的很好 但是呢 有個客人跟我講 照完之後 它越來越多瘡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其實拿了美國FDA認證 已經很放心 那我就說 嗯 是啊 他還說 塗完那些暗瘡 就算什麼牌子都好 都有一個反效果 原來呢 客人呢 就走了去醫生 很貴的 中環那邊做一個Skin Test 做完之後 原來說 咦 醫生會跟他說 原來你的重金屬呢 血液含很多重金屬 不知道是因為中藥也好 又或者是水那裡 甚至是其他地方來 而令到他呢 用很多東西 或者吃很多東西呢 都有反效果 還有呢 他那個人呢 會很不精神 會覺得好似呢 整天呢 都苦奶奶 還有 他是爆很多很多瘡 甚至他生完小朋友 四五十歲 為什麼都會有這麼多瘡 又不關可爾蒙事呢 原來是因為 關於他的血液的問題 所以其實你說 是不是一種產品 適合一種人 所有人呢 未必的 要看看 究竟你是 究竟 不成功的時候 還要找回來源呢 其實才是重要的 記住 你們的藍燈和紅燈 買完之後呢 真的放回袋裡 不是的話 很容易燈泡會爆 那就麻煩 因為做不回來 那你就買了一部新 那每部機的藍燈 都有成 可以接到十萬個小時 我們除了每日用的話 其實 是用不到十年的這部機 那這部機呢 另外他的電線都說了 其實是110W至220W的 所以你帶他去旅行 甚至是出旅行 都沒有問題 因為他可以 自己轉回電壓 譬如之前我們介紹的 layerloid 和lice 你都發現 為什麼會有電線這麼煩 其實沒有電線的 美容儀器呢 那個能量出來 是很低 你有沒有見過 醫生做手術 或者美容儀器 是不需要插電 那個美容儀器 不會的 因為其實他要用力的話 打雷射 採光 Picco都好 他會用很多電的 所以 那些人問我 可不可以做一個 hand free 如果hand free 裡面 充電的話 其實這部機會更重 而且 效果方面 都會減低一點 所以 你見到我們介紹的 比容儀器 我都會有條線在 因為他一定要 夠 要make sense 就是 如果是沒有 不充電 用無線的話 其實他未必夠電力 不夠能量 好 這部機好 他真的生產線 Pass原料 都是來自美國 很安全的 因為現在 我知道 Newa 全部都移回大陸生產 其實 你說 相對上 有沒有這麼耐用 我覺得 會成為一個疑問 好像差一點 Made in China 我覺得 那個價錢 馬上不值了 Germany 你有沒有用過Newa Newa 如果你說 因為太熱 40度 用一些 暗瘡機 甚至敏感機 是不能用的 Kristy問的 眉針一星期可以做多少次 我都會建議 眉針 都是一個星期做一次 尤其是 我會簡單 很輕輕 拆一拆 T字位 毛孔 第二招 你看到毛孔 是超細緻的 Germany 你有沒有感覺到 第二招 是滑很多 和彈很多 打底精華 是這個牌子 透明質酸 而且很划算 50ml 濃度的透明質酸 是超過90% 所以用一招 等於外面的透明質酸 我看過 都是十多個% 其實這支透明質酸 怎樣用法 最底 就是一招 透明質酸 你會見到它很稠 如果其他透明質酸 一聲已經流下來 但是 其實像煮菜 它的濃度太高 其實可以加一點水 可以加一點水 它吸水能力 下肌膚會好些 其實透明質酸 用來做粉底 有時候很乾 我都會這樣 很涼爽的 而且濕疹 如果你是塗油之前 塗一些透明質酸 和B5 效果會好些 你會令傷口 有這個水分 做乳合 比你塗 凡是買椰子油 你會見到 可能平時要三天 你加了 碳明質酸 或者B5 日領 你會見到很快 是Smooth 沒有那麼粗 或者是乾的 我最喜歡 就是用完這個LIFE 用這個棉膜 你們有沒有買到 Hydration 藍色面膜 我用這個冬天用了一半 去日本 好香啊 每次用它都覺得好香 這陣子真的很冷 下個星期 記住這個面膜 我會是過夜的 過夜加上這支油 就完美了 這個其實都適合一些敏感肌膚 還有這個梅胃座瘡 適用的 這套東西 Jane這個透明質酸 其實除了半年 每個月 都是百多元 很划算 而且 你的紋很快就感覺到 不過 如果你是乾性肌膚 記住立刻 禮手 塗面霜 鎖水 好像煲水的時候 如果你煲水 沒有了蓋子 水就很快蒸發 就算你不斷倒水下去 所以你塗上霜 就好像煲蓋一樣 這樣 保持住水分 紅光照到眼睛 是會傷害的 剛才說過的 我們不照眼球的 其實很多眼霜 我們都不建議 塗這個 不會塗眼皮這個位 因為很多時候 它會說會刺激膠原蛋白 會不會影響到我們的眼球呢 所以會有一個疑問在這裡 我跟了醫生說 我們的眼霜都不塗這些位 最多塗這個位 美角這個位 眼霜最多塗這個位 但是透明質酸 或者B5 可以塗這個位 如果你是很害怕 可以照到眼睛 或者是不舒服 因為我跟Findar聊天的時候 我們全部人都不戴眼罩 眼罩是不會在這裡的 眼罩 我們很少用 除非我們在SPA那裡 那部機器是這麼大 我們就會下個眼罩 不是的話 如果你覺得很光 你把棉花或者紙巾 輕輕地摺上它 才會照 是有些紅光會傷眼的 所以眼球是不照的 就是Iris 只是照眼袋 每個肌膚都不同 如果敏感肌 我會建議一開始的時間 是照一分鐘開始 每一部分 一分鐘 可能這裡已經一部分了 接著就轉了 但是如果你皮膚 沒有那麼容易敏感 也不是那麼乾的話 你可以照兩部分 譬如苦問你覺得 我不喜歡苦問 想快一點改善的話 你最多在這個位置 照兩拍 即是六分鐘 不用客氣 Randy用完Light Stream之後 你有什麼效果 分享一下 很多客人說 這個Light Stream 加上我們的眼霜 這個眼紋的位置 是退得很快 還有 這部機可以用十年 天天用 真的很大 還要在美國做 這部機 很棒 Randy說 可以解多一點 Randy是不是敏感肌膚 其實你很輕易看到 藍光或者紅光 每一顆都是不同的 還有一些紅光 是Invisible to eyes 就是用肉眼看不到的 那一顆紅光 你不要以為那顆燈包壞 就這樣看 有沒有那些燈不著 不是的 他有說明的 說明書 有些顏色的燈 眼睛 是肉眼看不到那一顆紅光 不要嘗試這樣照著眼 如果是敏感肌膚 記住隔開一點點才照 還有記住卸好妝才照 通常我都會選在晚上照 還有 部機因為是不用動的 就這樣照的 照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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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合照照照照的 看完電視後 Pearlina看完selling 我就剛剛好照照 記住我會照項蜘這個位置 再塗上項箱 效果是可以升10倍的 而且现在冬天有时候暖暖的 它照下去真的很舒服 还好像有睡觉 它的电线两部机 蓝光和红光的插梳都一样 所以其实有时一条线 用完这部机就用这部机 刚才Germany介绍 可以用红光机和蓝光机一起照 我喜欢做这个效果 就是它可以同时将它的细菌 可能未发出来的 它已经烧了细菌和油脂 这个对平时的荷尔蒙瘡又痛 又难借 又不出龙头 只有一个月 但这部机如果你照了 其实照了两三天 其实那粒压力瘡 荷尔蒙瘡 这些位置 都关在这里的荷尔蒙瘡 就会自己借 其实荷尔蒙瘡里面 是未必有油脂和骚髒东西的 是因为里面好像发炎炎正 有火山口感的 你要是舒服它 让它静下 以前旧版的72粒 灯泡 是会包起了几粒红灯 是会帮你退印的 Wendy不是敏感肌 她那部肌是用来照肌肉酸痛 以前是 我们也会进入肌肉酸痛的 如果皮肤很薄 如果皮肤很薄 有微酸血管 适不适合日日照 对了 刚才说过 其实补品都未必是日日 个个都可以吃补品 所以如果皮肤比较薄 水分它要很多 我建议一个星期是照两次 隔一两天 你让它儲多些水分 之前一定要打好精华底 不会很干的 之后一定要塗油和面膜 让它有水分 即是有钱 可以开OT 帮你更新皮肤的问题 以及刺激胶原蛋白 陈祖菲你好 Jofie你好 很久不见了 有没有CNY discount package 有啊 你有没有上我们网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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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看到很多不同CNY 还有今天出了个Valentines的情人节套装 很划算的 你们看看吧 肌肉酸痛那部都是红光肌 但是红光的度数又不同 它是去到皮肤底层的600-800nm 去到根健位的 但是同时间呢 你照的时间呢 都要长一点 要照半个小时 那令到呢 我今天才照完 因为我睡在颈子 我就去了中医市道 做了一个拔罐加这个 不知道你们看到吗 做了一个拔罐 整个背部都是 再加上照红光肌 它都是令到我们呢 增加血液循环 而且呢 它可以帮我们的红光 可以修复 有些坏的细胞 或者不好的事情 Jilvy 你这么晚都没睡 我以为你睡了 Page Elward 看不到? 这么大 你停一下就可以了 不用再按下去 再过去 它应该全部列出 你试多一次 你试不到 你再 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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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帯 我明天叫同事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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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 不好意思 肌肉酸痛那一部你記住也是 你照完之後其實都會很乾的 喝點水 做完Lifestim也是喝點水 補充身體的水分 所以面膜也要用 水也要多喝一兩杯 George Rose Book Enzyme Mask 那個好像沒有做Discount 那個沒有塞妝 George Rose Book Enzyme是很有趣的 它有一個木宿的成分 它可以上床一個小時 尤其是發炎 或者是一些不明的瘡 你照完它 尤其是它適合一些敏感肌膚用 它沒有用果酸 沒有用木瓜 沒有用藍瓜酵素 所以它會覺得 人們用完之後覺得很舒服 而且它一點都不乾 適合一些玫瑰床瘡 濕疹人用 是非常好的 George Rose Book 那一種 都要看你本身的自敏原 如果你是本身原來 我是木宿都會敏感的 勞匯都敏感的話 George Rose Book 都未必適合你用 有客人跟我說 他用了十隻勞匯產品都會敏感的 我就未必叫他建議用 George Rose Book 一定要客人了解自己清楚 是什麼自敏原 Vandy 不行啊 你那部肌肉酸到紅星說了 那部肌肉酸痛那部肌 是落筋腱位的900Nm 是超過了皮膚 我們不建議你用來照面 你省不了這些錢 因為它是設定為筋腱位的 它不是給你用來照面的 我怕你戳完臉後超乾 還有那個firming是未必做到的 做完lisim 你看到那個firming的效果都很好 那些皺紋我覺得 久一點的 兩個星期了 但是如果你落眉針 你用到的話 其實毛孔啊 皺紋 是快 兩倍 我看到就修復了 當然 新出的那支絲 也是很好的 那隻iis clinical 真的很棒 那隻絲 用完之後 那些斑紋 改善得很快 尤其是那些很久很久的斑 它很快減淡了 Hello Winnie 這麼遲啊 Winnie 那些水就來喝光了 但是還有一支restore 濕整的朋友都是 對呀 這個restore很好 這個其實呢 尤其是你不舒服 現在流感很厲害 其實你病的時候 喝多些restore 是補充 可以保持一些水分 在身體 還有皮膚呢 你都覺得滑一些 還有去廁所會很順 沒有水了 剛才加了下去 我是水櫃來的 會一直喝很多水的 都會 喝水喝得多 其實皮膚都漂亮一點的 如果你不喝水 皮膚會好乾 還有做完肌 一定要喝水 不喝水 你好像開OT 沒有出涼 會很乾的 是呀 精神做完 再敷了 麻糬 精華吸收了 第二招 臉 很有彈性 是 沒錯 而且很少 美容肌 適合到敏感肌膚 濕疹 玫瑰座瘡 用到 尤其是 它不能碰 不能碰 不能熱 又不能滑 玫瑰座瘡 千萬不要用洗臉機去洗它 越洗越爛 越洗越乾 它會震到皮膚血管會爆了 所以你其實選擇美容儀器 選擇產品 不是聽別人說的review 是要看自己皮膚的特性 用不可以 有些客人 好像照完之後 沒有感覺 有機會 因為皮膚的死皮 沒有怎麼做到 照了 它不能進去 精華進去 全都塞 效果會比較差 但是藍光會比較好 它可以把油份 污糟的東西 冰掉的時候 它會幫它消炎殺菌 Vinny有沒有買到Live Steam啊 Vinny 我知道陳祖菲 是我第一班的客人 買Live Steam 有沒有買到五年 這部機 還有沒有在用啊 Jovie 說一說George Roseburg 這些東西 它因為太稠了 它摔下來也是的 摔不下來的 所以最好是加點水 還有呢 一定是最好噴濕臉 不然的話 它的面膜很難推 其實你用其他面膜用都可以的 一定要是補水 等於你好像 跑完步呢 或者是做完運動 你一定要 給回水分的身體和肌膚 做一些新陳代謝 排一些髒東西啊 然後呢 給回一些 太懶沒用 買了要用啊 不是 你不用就不要買了 是呀 你就給朋友吧 還有 你是不是上次 Jovie在用的 Moon Skin呢 現在效果如何 上次聽你講 用得很好啊 有時候我知道 買了一部機回來 會不用的效果 所以我盡量選一些 沒有那麼多東西 搞 沒有那麼麻煩的機器 給大家 這部機其實你 洗完臉 塗完精華 這樣拿著來照 然後你可以聊電話 看又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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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都 懶人用到啊 這部機器 不要浪費錢啊 Jovie 記住要用 一個月 你保持最懶 兩三次 好不好 濕疹用 Body Cream 怎麼樣 近來有些客人回來 跟我說 用這個 Olive Gel FytoC 那種 Olive Gel 再加 Moon的Body Serum 效果 都不錯 Jovie 你可以試一下 買回來 因為它的質地 厚一點 它可以鎖水 還有 它下了一個 乳香 所以Moon的Body Serum 其實都適合 濕疹用 還有什麼呢 Dermocrest 又沒有呢 Dermocyan 有一個 Body Cream 亦都可以 濕疹肌膚用 還有看 濕疹的效果 是什麼 如果是 含濃 有水的話 我們建議 再用一些 油 封一封它 上次 介紹過 很便宜的 澳洲那支 Organic Island 我會放在手袋裡 還是在外面呢 那隻 澳洲的 木瓜 軟膏 用來做 最面那一層 封一封在外面 我平常會放在袋裡 最後那裡 你好像 煲骨 封起來 保護鎖水 那個會最好 那支 25秒 可以塗嘴 塗手 塗身 98元 是 有排用的 因為用很少份量就可以了 你可以試一下 98元 Organic Island 你在網站搜尋 就是 木瓜軟膏 客人問我 為什麼塗出來 木瓜軟膏 有些粒粒的 其實它放了 木瓜酵水 可以吃死皮 很溫和 因為有時候 你濕疹死皮太多 塗的東西 不吸收 所以它有少許 4% 木瓜軟膏 你感覺到 然後它就幫你 慢慢吃死皮太多 嘴巴 有死皮 你可以厚敷 做一個 lip mask 或者是 lip gloss 都可以的 是啊 我記得 上年 手 曬到燙傷 是啊 我都不明白 我怕它會曬傷 一定要塗很多 很多 防曬 都謝謝你 支持了我們 這麼久 我想我們開波 在美國的時候 你已經 光顧我們了 已經 看著我們的頻道 有沒有五年 好像有 還有你一路來 買東西 都很小心 問我們 究竟可以 用哪隻 最重要 跟客人有 互動 如果不告訴我 有什麼需要 所以我很多 問你們 你覺得你的皮膚 一摺 一定有多乾 很煩 然後你有什麼敏感 你要告訴我 你想要有什麼效果 要告訴我 還有 可能你的生活習慣 都要告訴我 我接下來會去滑雪 我就 哇 這個Mask 上次我叫你買一隻Mask 封住嘴巴 不是的話 就會吹到瘋了 是啊 要看你去哪裡 什麼時候用 跟誰去 對 我問你很多問題 才會推薦一些 護膚品產品給你 有沒有其他Mask 好 Christy說 有沒有其他Mask 可以推介 好 如果保濕保佑 這個時間 我也是真心推薦 George Roseburg 這個Hydration Mask 如果你覺得這個麻煩的話 其實我會建議用這個 Ogret 這個是我們新入的牌子 裡面有很多益生菌BB 還有他用一些酵素出來 可以令皮膚的抵抗能力高一點 還有 他用完之後皮膚 你不會十分鐘 將紙就乾了 這個不會的 還有你用完之後 第二天 那個維他命C 這個有個維他命C的Ogret 這是我最喜歡的 因為我真的 皮膚很瘦得 這個維他命C 這個維他命C的用完之後 第一次我覺得 它做提亮提升去皺的功能 好很多 這個你也可以考慮一下 這個牌子的面膜 如果你是一些很乾的 例如Hinnunia的Anti Ocidant Mask 和這個 如果你是有暗瘡肌 剛才George Roseburg的N-Sign Mask 都是不錯的 你都沒有了 Geoffy你的眼紋和色斑 都打散了 我幫你打散了 而且眼紋都沒有了 你現在都漂亮了 Geoffy最近在用哪個系列的產品 因為太多了 我都不記得你用什麼產品 是不是在用Moon 我記得你去 如果你用Moon 可以建議你 說壞消息給你聽 Moon的Travel Set 已經不再出了 我們賣光了 已經不會有Travel Set 如果你是這麼幸運 家裡是賣了Travel Set Moon那一套 你保持著那個樽子 已經下兩版不再出 而且其實那套東西 我們跟Moon那邊 老闆聊過 他那套東西是沒有賺錢 我們都沒有賺錢賣 其實是想讓大家試過產品的質地 不要以為我們做一件小的產品 為什麼買得這麼貴 其實這個樽子和成本 做一件小的Sample 或者Travel Set 是貴過一支大的 因為他用的材料 或者要Tailor Make的樽子 是用的時間 心機 價錢是會多些的 我都有 還有沒有Woon的小版呢 沒有啊 我都是買大來用的 小版我都是留給你們用的 一套都沒有了 現在賣光了 美國都沒得再賣了 是啊 記得 Jovie上次你去東京 我說一定要加一個Cream Mask 不是的話 很容易中焦 如果你真的去滑雪 或者想著去東京 北海道 S那隻Cream Mask Hinonia那隻 Anti Oster Mask 甚至George Rose Book 我都建議你戴上去 晚上封了它 不是的話 就很容易變沙子 我試過了 對呀 Woon不再出travel set了 你要去日本的話 你要買一些大的尺寸 然後擠進小的瓶裡 其實Woon這些玻璃瓶 我們叫做一個 叫做 紫晶玻璃瓶 它叫Violet Glasses 它呢 比起 平時的玻璃 它厚很多 我試過在店裡很多次了 掉了在地上 不會破 第二就是 它不會受到陽光的傷害 沒有陽光的傷害 裡面的東西 沒有那麼容易變質變壞 臭 還有它可以這個瓶 如果你放水的話 可以放了一個 你不加任何防腐劑 都可以保持三年 而這些瓶大的尺寸 我問過了 批發價 都要50元一個 所以其實你們 買這個travel set 我們是沒有賺錢 因為真的想讓你試一下 一些有機產品 有機產品的成本 是貴很多 尤其是我們做的小的尺寸 是貴 成本會貴很多 如果你浸溫泉 我會建議你買這個 Moon Body Serum 那些人說用完之後 皮膚很滑 尤其是拿去給姐姐推完之後 姐姐的手也滑了 你玫瑰 是呀 你以前是每個月的 但是你現在變了玫瑰 Jofie 你可不可以密一點點 不如你來 介紹多些朋友買 你有個referral program 你介紹朋友買600元 其實你也會有800折 還有你新朋友也會有800折 好 Suki說有扁平油 Skin Care可不可以令它消失 已經困擾多年 我想告訴你 油來說 外國人聽到 它是這樣的 油是一個很危險的 皮膚病 是傳染性很高的東西 你會由一粒變十粒 又沒有 變了過百粒 如果你是有油 這個東西 美容院看到 是不會做你Facial 它一定會彈走你 因為它所有的毛巾 或者床 如果它遮到少許油菌 下一個客人不小心 或者你的手不小心 傳給下一個客人 臉就很容易 你的客人和美容師都會惹到 所以有油的朋友 盡量不要光顧有美容院 你可以去醫生做的 通常我們會在美國的時候 我們會去醫生做 油是一個傳染性的病 在臉上長很多粒粒粒 過百粒 如果是厲害的時候 如果你看外國的報章 是叫樹皮的 可以是很厲害的 如果你不做的話 而且會越長越多 長到頸都是 所以其實Suki 我建議你快點去醫生那裡 做Laser打走它 醫生那裡我聽過兩個方案 一是逐粒跟你計 一是有個package 如果最便宜的 都要過百萬元才可以跟你打油 因為有些油你是看不到的 醫生會拿一些放大鏡 跟你逐粒打 有時候一次是打不完 譬如你回家 打完第一次油 他會建議你家人 都不要用你的毛巾 還有換過家裡的毛巾 一定要做消毒 不是的話 你家裡有小朋友 甚至你的伴侶 都會一起生有的 是的 那些大牌子的 麻將很高的 尤其是 知不知道Sogo 你放一個counter 最少都50至100萬 那如果你想想 他的生意額 和加上人手的話 我們真的 阿福不是 放在Sogo 或者其他地方做的 那如果有機 產品通常是Online 或者要上樓店才買到 帶牌子不是不好的 不過你用一下 你發覺 開始有問題的時間 就太遲了 因為呢 中毒太深 香味太深 你回家 很多時候 皮膚治療 有皮膚癌 才發現原來 或者是 我們用的護膚品色色相關 尤其是 什麼呢 就是 止汗劑 我們的護膚品 如果有太多 parabins 或者什麼 甲醛 起泡劑 會令我們皮膚 越來越敏感 越來越癢 底幹力越來越差 為什麼 好像 敏感越來越嚴重 外面很多低吻 或者說 醫治到濕疹的東西 都用不到 其實或者 你 再用大牌子 是救不到 很多時候都救不到 Suki 你四年前打過 是會翻法的 如果你是再出去 做facial 會被人惹 又或者可能用 別人的毛巾 那個人有用 尤其是回大陸 大家 他的毛巾 你真的不要碰 如果他是沒有做消毒的話 你本身的抵抗力又差 他很容易就 惹得有 回家 還有給自己 有人 有 叫我們做facial 我們都reject 為什麼 每個人都說 香港美容院 會reject 我說真的有 那個傳染性太高了 不知道為什麼亞洲人 是不 不 不注重這件事 如果我做一次facial 就出去做二千元 但是惹了油回來 要用兩萬元去打 還要是 不是一次的 可能隔一個月 你又回來 因為可能上一次打不清 又或者你用的護膚品 那些泡泡不記得術生 又惹了的話 那你又要再打過了 九龍開分點 我請不到人 那些人解答不了你的問題 或者你做 好啊 Jofie 行不行 你幫忙做part time 你可能很熟 這五年你都 天天都幫我們 看我們的片 最近 流感到 這個牌子 我特地在美國 叫人 好像香港已經有 Airborne 這個是一個 是我姐姐介紹的 十年前我已經在美國 有喝的 Airborne 那它有維他命C 還有Stink 貴不貴 它好像只有十片莊 是不是 對 只有十片莊 那就是五十幾 六十塊 那它裡面有維他命 還有 有個Stink 如果你是可能雙風感冒的話 其實下了維他命C 可以令到你 它不可以預防你的感冒 雙風菌 但是可以令你可以 快點痊癒 還有 有機會 你多送一些 冰仔去打仗 你會不會那麼容易呢 是病到的 或者有白武士 如果有白武士 近來都被人加租 加四個位的租 還要我給了律師費 還有 不知道為什麼要律師樓簽約 今天才簽完之後 又要加租了 九龍那邊 又要找舖 看租 很難搞 那些租金都搞不定 所以我網上 不好意思 Jofie 香港很難搞這麼多間店 而且我們買的那些有機產品 我真的是在美國 搭飛機飛回來的 不會說搭船 那個成本貴很多 一件貨飛回來 我們有時候都要吃四十元 一件產品 直接在美國飛回來的 而且我們又不是一貴貴 全部都是小量 會貴很多 咦? Goby Goby 入了我們的Live Hello Goby Suki我會建議你盡快去醫生打 因為 越少油 它會收得越便宜 唇膏 甚至唇膏 都不要跟家人分享 不然的話 如果小朋友的抵抗能力又差 很容易拆開油 我有朋友是自己惹了回來 不知道是在美容院 還是化妝品 那些唇 用完之後 可能 上一手是有人 有油用完之後 下一手你一拆過 你又不知道臉部有少少傷口 所以其實 在Kanta試護膚品 不是 試這個化妝品 是很高危險的 因為不知道上一手有沒有油 或者菌 一聽到油 其實鬼女就真的很害怕 蛤?你有油嗎? 不要碰 那些東西不要搞了 要消毒 Hello Goby Goby也有用到Moon Moon Moon很好 Moon的Finder 是我們特地在紐約那裡討論的 Finder是日本人 所以她的要求很高 還有今年 你都看到她 去年 2017年 她沒有新產品出現 因為其實 她出一個新產品 是要研發很久 不是說突然間有個方法 這樣賭到 就是她要做一個 Skin Test出來 都要被人用 三千個 如果有敏感或者reaction 她們都會再改兩個方法 還有要有效才推出來 是 Suki 有 很少 因為差不多 如果你問醫生都很害怕 如果你去醫生打 Suki 你有沒有見過 她穿了保護衣 戴了手套 很害怕傳染 就是因為有 是一個很傳染性的 皮膚病 如果她遇到 有東西回家 你都知道 真的是一家大小 多謝你不少 那就很煩 有有 其實如果在不應該的地方有有 還是很嚴重 尤其是一些人體重要的器官 所以有有 你最盡快去打 有些人本身的免疫系統很差的話 她的抵抗能力很差 我聽過每個月她打一次有 她說她的有是會不停 本身她自己的免疫能力很低 而外內的菌亦都很厲害 最厲害的是 當時我有個外國朋友 加拿大回來的 夏天穿短褲 經常到處打算了 然後她又不處理她 整腳都是有 但她說去加拿大又沒事 其實因為香港真的很多 不同的細菌 你知道香港又濕 又多人 衛生又好像不太著重 有飛劍的 現在都會有 所以其實 我們都要注意衛生安全 我試過我這隻手指都有油 油從哪裡回來的呢 我就去購物 看衣服 我被衣架戒到流血 然後我見到在街上 我又沒有跟店舖說 我就這樣拿水沖了 然後回到家 我又忘記了處理傷口 然後就變成油 然後要去醫生處理油 而且都做了不止一次 所以之後 如果我一在街上 弄傷了或者傷口 我盡量就真的會用氧化 消毒它 當你知道原來美國人 對於血液或者衛生的意識 是非常之高的話 你就會覺得 其實原來香港真的很多菌 對呀 油油真的要小心一點 如果你朋友有油 你也要叫他快點去醫生打油 我潔水喝光了 很口乾 Suki上次打油用了多少錢 那些錢真的不能省 因為如果你在美容院做 有機會是 有手未跟 可能他處理傷口不好 甚至是 Essential Oil Globele都用了很多不同的護膚產品 用了很多不同的精油 其實坊間香港都有很多精油 香薰師 其實我們說過 不同人有不同的自敏緣 有些人是跟玫瑰花 不適合的 一用就癢 一用就敏感 就會看回自己肌膚的本質 或者你真的可以去醫生做Skin Test 不過我知道就算你去醫生做Skin Test 因為我們的身體 不是永遠停留在一點的 有時候你不夠睡 有時候你可能壓力大 抵抗能力差 可能你這次用金盞是可以的 下一次不行 又或者我用 還有什麼精油 我用茶樹好work 但是下一次用茶樹就不work 那就要看回本身 你自己皮膚適合什麼的成分 而且玫瑰花 或者每一套不同的精油 都有不同的出產處 不同的formula 可能有個客人跟我說 他一點油都不能碰 但是 Odacity的油 他只是用得 但是又不用得悶 其實真的要看回那個人的自問員 他都知道覺得很煩 所以他每一次買護膚品的時候 他盡量買細枝去試 有時候都跟我說 如果他不夠睡 壓力大 臉發紅發熱的時候 連Odacity的Essential Oil的精油都用不到 而有些branding 我知道外國現在開始有些brand 不喜歡Essential Oil的 因為覺得 其實都是很難檢查到的自問 可能都是用一些medical的 會好一點的 但始終我覺得Essential Oil 好過一些大品牌 或者是一些韓國牌子 去美容院做 五千元一次過打完 兩年左右已經慢慢出回來 其實一分錢一分貨的 Suki 我的朋友或者客人 去醫生打 打了五年都未必有犯法的現象 可能他看不足那個 他的機器夠不夠厲害 第二 他查得仔細 他跟我的朋友說 跟我的客人說 他臉有二百多粒 有 是的 有些很小的 他要用一些 醫生機 你都知道打醫生的機器有多貴 他是逐顆很細心跟他打 收了兩萬多一千元 你五千元真的很划 但是 始終我覺得美容院 技術和衛生 未必可以去到醫生的層級 他的消毒 和他們處理病的經驗 其實可能差一點 還有可能都關於免疫力能力 Suki 可能你增強自己的免疫能力 做多些運動 還有可能勤勤洗手 不要經常 香港的街道真的很髒 很多時候回來 我都會做一個Oil Pooling 還有用一個蘋果醋 去殺了喉嚨的菌 Hello Tiffany 你好 還有一旦有幼 很容易發出來 所以盡量 去找一些安全的地方 去做Facial 我朋友在大陸找了一間 有時候在上海工作 他說Facial 都要二千元 但是做完那次 他的臉全部都是瘤 他就是回來香港 找醫生去打瘤 Suki說 可能有在美容院回來 是啊 如果美容院跟你接得 你是做瘤的話 他就是有機會有的細菌 可能會惹你回頭 Kristy說 現在的護膚品 經常都說Handmade 我覺得很不安全 但是有很多人衝去買 好 始終Handmade我覺得 香港是很多菌的 還有你 香港很濕 你要在生產環境 還有 成份安全 要做得好 難一點的 但是如果我覺得 小批給自己用的 你做一個月的 我覺得可以 但是如果你說 那個瘤的東西 用三個月 滅滅滅滅滅 他又沒有其他防腐的成份 或者他沒有一些 自己PATON 因為醫生如果他不下防腐劑 他們有些PATON的FORMULA 好像KIMCHI那樣 他會醃製一些成份 可能維他命E 有一些成份 可以做一個防腐的功能 甚至是玻璃瓶 都可以做到一個 防腐的功能的話 其實外國那邊 我會覺得 他們做的那個Handmade Batch 這些都是Handmade 但是他們會做出來 你看到他們的要求 和那個規模會大很多 以及嚴謹度高很多 那如果你說 我貌貌而不知 哪個Make出來的 有沒有SERT 因為其實這些 他們輕Make出來 拿SERT的 你會安全很多 始終是有SERT 你說有機 安全 好過你沒有SERT 只有你把口說 好安全 但其實如果 一旦發生有菌的情況 你用了 幾乎容易會敏感 所以其實 有機會 可能 你用了兩次那些東西 已經是發瘋 或者是 在吐菇出來 所以很容易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是懂 自己Branding一些東西 做 一個月內 我覺得已經 擺多一個月 我已經覺得 有機會是有問題 而且 很容易變質 那些東西 所以 小心點 選擇一些 真的有SERT的 Handmade來買 還有 買小一點 如果叫朋友做 都是做小一點 是的 大部份 有油的人 都是美容院 回來多些 好笑 是自己 無緣無故有油的 尤其是在香港 一夜 你一個人去了美容院 可能養了十個 那十個 那十個又變了一百個 那一夜來一夜去 所以 有的朋友 真的不要去美容院 去醫生 醫生 他真的會鋪上衛生紙 還有 他真的好像在做SARS旁邊 戴上頭套 頭髮 那些 戴上口罩 才跟你做 做手術 他說 一旦 都回來 很難 撕得走 還有 關了很多 在重要的地方 真的應該會拿 還有 有油 你不要多手去撕 有油 是會周圍關 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 油脂粒 跟油的形狀是不同的 有時候 我們要用一個放大鏡去檢查 通常油脂粒 是很圓的 很飽滿的 但是油是扁平一些 還有不規則的 很難形容給你聽 因為真的要放大它來看 油的話 跟油脂粒去分別 還有 打完油 或者做完這支 治療 用那個 Super Heal 做回收護 會好很多 你看到那些 斑和傷口 會比平常 預合快 是 對 Jofy 都試過開一瓶 Local Handmade 的Cream 已經全部是黑點 發霉了 你看到黑點已經很好了 如果 沒有黑點 裡面有些 不知什麼 毛菌發霉出來 你用了 臉會有很大的 reaction 雖然它也是說 很天然 很細小 但始終他們的技術 專注度 沒有那麼高 人家可能三年才做 一眼面 他可能三天做一眼面 已經很不同了 人家雖然說 Handmade 他會做一些 Lap test 有沒有菌 還有他們 美國的Sert 是很難拿的 不同 香港 你可能有錢 都可以拿到 那些Sert 我自己會相信 看成份 或者是 名字 我會相信 外國多一點 亞洲來講 我會相信日本 其他都很難 現在 我想一開Facebook 全部都是Local Handmade cream 我覺得 都是那句 做給自己 朋友用 就可以了 還要放在雪櫃裡 做給別人賣 我覺得 信心 差一點 我怕 不是食物來的 你想想 煮食那些 都很快 很快變壞 變臭 那些新鮮食 究竟你用什麼防腐呢 防腐可以防多久呢 都是一個疑問 還有 Handmade都好像香 Handmade都沒有下到這些玻璃瓶那麼貴 全部都是淘寶瓶來的 對 香港有沒有傷 那些人都不理 價錢便宜 好像 Phoebe 給別人賣 就可以了 很多人 很多 那你們試了之後 看到好像沒有效果 又很容易臭 很容易壞 我想你們就知道 上了一堂 都可以 還有 如果他都可以做的話 我覺得我自己都可以做 我自己都可以做 我自己都會簡單的 做些蚊帕水 但是一個星期他就會臭 所以你說那個防腐 那個水質 甚至那個土壤都很重要 現在很多土壤都會有受污染 不是說那個農藥 是很多時候我們旁邊 我們旁邊 有很多廢物 丟掉了 例如塑膠 電器 器材 埋了土壤 其實都會釋放一些毒素 如果你旁邊種了東西 而拿來吃 甚至拿來做護膚品 其實都會有重金屬 或者有些問題出現 你想知道這兩個成分的保濕劑 有什麼辦法 但是我不是很明白 你想問他們的分別 還是保濕的分別 因為其實 你每一個成分的方法 配搭不同的成分 是會出來不同的東西 有時候他會放一些叫做 植物酒精做一個防腐的 但是如果你不放這個植物酒精 那支東西就真的很容易發霉 就好像Jofie說的 他會是發霉的 所以你要看那種成分 配合其他製品的保濕 比如B5 配合那個透明質酸 是很好做一個治療的 如果你單單看過 保濕成分 我們都會這樣看 但是你還要看其他 它的混合 看看先做Live做了多久了 是不是都差不多了 我要睡覺了 那或者你們有什麼問題 還可以inbox我們 那我們 或者下個星期四再見 祝大家有一個sweetdreams 睡得開心 晚安 好了 好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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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